好久没有吃炸酱面了 然后今天晚上呢 咱们做一个炸酱面 准备的食材就是 我刚才烧一块儿 有味道 刚才那个我买黄那个蛋 我没听谁要我塞炉子里边 准备的有五花肉 一块儿下午花 一个原葱 一个胡萝卜 一个黄瓜 然后还有就是一斤蟹面条 再倒磨了吗 再把胡萝卜也给它切成丝 再切点原葱 把这个原葱呢给它切成丁 最后把这块五花肉也给它改刀 切成丁 然后咱们不要这个皮啊 这个皮留个做皮豆 放在炸酱面里边口感不好 给它更掉 现在开始起锅烧油 下入花椒和八角 给它炸香 炸出香味以后给它俩捞出来啊 把这个渣子捞出来 再放入五花肉 然后把五花肉给它炒香 煎出多一粥子 五花肉炒香以后呢 把之前切好的原葱 放里边 然后继续给它炒香 再放入一勺的黄豆酱 再来半勺的甜面酱 再继续用小火 把这个酱给它炒香 炒酱可是关键 火太轻的话炒出来香味 火太大了就发苦了 就炒到这种鸡脂沫油泡了 这样就行了 然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生抽 老抽 鸡精 白糖 再少放一点盐 然后给它骨头个大概五多公斤 给它水淀粉勾个芡 淋出锅之前再撒点酱油进去 这个炸酱面的酱就做好了 洗开之后呢 把这个咸面条放锅里边给它煮熟了 煮好之后把这个面条过凉水 面条吃起来才能更筋到更爽滑 再把过凉的面条放在大碗中 然后里边放点黄瓜 再来上点胡萝卜丝 再放上这么一勺 挠挠好吃的肉酱 完了再给它拌匀糊了 这个挠挠好吃的炸酱面就做好了 看 这大碗面 老香了 你这一碗拼我的碗还大呢 吃面不吃碎 香味儿减一半 吃这大碗 好沉嫩 哎 你这碗得有多少 没有 这是一斤半 至少 一斤半早上几年 你吃饭还得端个这大碗 过几天这炸酱面这碗 你就试大碗吃的才爽才好吃 小的就关不开 这要辣白菜 辣白菜 我给你吃 这一顿我就不喝酒了 没时间 没有下酒菜 没做下酒菜 主要就是想吃炸酱面了 吃面条突如突如 都不敢烫 还喝酒 三月那一顿越多了再喝 吃炸酱面有点一口接一口 从不出来时间喝小酒 炸酱面这碗我可喜欢吃的 是个我口 上次咱们做炸酱面 还割豆芽了 这次没割 挺多东西都能割 还有割裙子的啥子是不是 其实我感觉割胡萝卜丝 还有这黄瓜丝 就够了 就挺好吃的 愿吃香的可以跟点香 咱们 吃辣的可以加点辣椒油 把我这手都给挤钻了 你了 这个炕酱吧 你就这么地道吃呢 有点矮 你这这么样式的 就正适合 这样吃呢 它不是短的 我给你找的薄点的 你不用跟他那麽那轻 你让你试这个 再跟一半算 这两天呢 我看 就是不下意试条评论了 就是有来方网 有一个特别好奇 说 说你俩随大抗 是不是假夫妻 为啥不干一个被 这个事呢 我吃完饭之后 我给你们说说 不但是我们俩 只是我们东北农村 就住这种大抗夫妻 都是各睡各的 一会给你们说说理由 吃辣吧 一碗都倒霉了 都倒霉了 看点底儿的 给你们 要不要 来吧 拿来 别给我打得了 拿来吧你 吃成多了 这牙齦没少造我 这草事你说能减肥怪了 你看我现在吃完饭了 做的也已经剪去了 然后那个屋背呢 已经捂上了 剪完做之后呢 还得扫一遍 然后还得抹一遍 才能把这个背误上 因为这呢马上黑天了 没事的时候先把背误上 热乎着 现在吃饭饭了 给你们坐着聊一会儿 就是满足南方网友的好奇心 说这我俩为啥是各睡各的啊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东北哈 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过去哈 冰天雪地的 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度 然后那个年代吧 家里呢都比较穷 取暖的东西少 所以呢 经常就一路过 然后就一扑他抗 而且那个年代呢 孩子也挺多 你看那时候那个年代好像少于人家 得三十个孩子 多的人家都七八个孩子 加父母 然后父母上边还有父母 反正就是三代人哈 住在这个一个大炕上 然后你们说那个年代 如果要是夫妻说的呀 岁在这个一个背上不现实吧 最起码还有那么多孩子呢 是不是不好不太好 那个年代都是咋岁呢 那个年代背话也少 都是说 就是爸爸或者妈妈 跟一个孩子睡 因为孩子吧 就是睡觉呢 就是屋里睡到半夜 肯定可冷了 孩子不管是冷暖 他都爱等背 所以呢 就是父母呢 一般的都是跟孩子一闭窝 半夜呢 负责给孩子盖给背 都是这样的 像我小的时候 我有个妹妹 我妹妹就是跟我妈咯 然后我跟我爸咯 然后我爸睡到半夜的时候吧 因为是男生 男生的睡觉就相对的沉 我爸一睡着了 然后呢 有时候就把背全整过去了 哎呀妈还挺沉的 那时候我还小 我还整不动 哎呀妈 有时候我就这样 痕痕痕痕 也耗不过来 就是半夜经常性给我动醒 等到我妹妹跟我妈睡呢 就老乡虎来 就是哎 母亲嘛 睡觉睡得清 就是半夜啥的 你给孩子又盖背 然后 这是一个原因哈 就是天气寒冷 第二点呢 等到现在吧 等到现在说 像我俩哈 这个年代了 都家庭条件都好了哈 为啥睡得农村大炕 还不盖同一个背呢 其实这还是跟过去有关系 就是睡农村大炕的 你们就上东北来平 10家都有9家半 全是单人背 睡农村大炕的 真的没有双人背 都是单人背 那单人背的话 肯定是各对各的啊 反正真的没有睡 反正我认识的这么多农村的 没有没有就是睡农村大炕的 双人背的 都是各睡各的 除非现在是那种 一天新结婚的小年轻啥的哈 新结婚小年轻的 进山很多都是城里有楼 但城里住楼的话 你看我俩像城里住楼 我俩就睡在 我俩就用一双背 反正这晚上就可奇怪了 在农村我俩就各睡各的 一人一个背 再我就是哈 现在农村条件是好了哈 家家都不缺俱软的东西 就是那小炉子啥的 可就是少 但是吧 你得需要人天的 有的时候 半夜的时候你就睡着了 然后这个炉子呢 就容易烙了 然后你这屋里 温度就降下来了 如果你要是两个人 同盖一双背 就是它中间出空 然后它就有 嗖嗖的凉红酸进来 你要你们要说 什么抱团取暖的 就真的不现实 谁能一九九的 一直抱团 那难受死了 肯定是你钻那边去 我钻这边去 它中间出缝 它也会非常冷的 所以从基于这点原因 那也是各睡各的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说这一话 就是思路清清晰哈 你们懂一懂 反正我就是胡言乱语 好像有点千言不达后语 反正大概就没意思啊 你们听懂也听懂了 听不懂听不懂的 那就是 那也听懂吧 自己慢慢琢磨吧 反正就是 呃 我见到的哈 就是因为我出 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呃 这么多年 我见到的农村夫妻 睡大亢的人 就是我见到的哈 没有睡 就是 同意 同意装备的 我解释的主要是我俩 就是为啥 不睡在 同意 同意装备上 因为有好多好多网友好奇这个事啊 说你俩是假夫妻啊 咋咋弟弟 好好奇啊 说分给睡 其实分给睡有啥好奇的你说 各睡各的不挺舒服的吗 你说 你愿意 你我睡觉蒙脑袋 你睡觉不蒙脑袋 你家这灯会踹背 我这还愿意果然似的 同步不了 我跟你同不了 你睡觉咬牙放肌打鼓的 我睡觉弄个文静 我能给你盖童童病吗 完你还踹又蹬的 对 睡觉你这玩意不同步 你就要把夜里的屋里边温度一降下来 这个踹那个蹬的 你说那个 踹背啥的 会出现很多不要的事 所以就一人盖床背 就这么完事的 一果 这么一果 老苏苏了 自己 行了 这期视频简单分享到这吧 我要出去溜子了 我俩 拜拜